准总统赖清德5月20号正式就任 内阁也将进行改组 近来人事异动传闻不断 青绿的平面媒体这几天大篇幅的报道 数位部争议事件 还批部长唐凤去年10月 以资安院董事长头衔 线上参加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 是自贬官方身份 逼宫传言甚嚣尘上 还牵扯出新系盯上唐凤的耳语传除 自家立委修理没在手软 矛头指向数位部长唐凤应该多做点事 近来侵略平面媒体更是大篇幅报道 批评唐凤聊气很重 在处理假讯息跟打炸上处理不当 政治赖清德布局内阁人士 从组之际逼宫传言 甚嚣尘上更有心细盯上唐凤的耳语传出 把立委们对于唐凤部长的多所建议 简化或是解读成为民进党的派系之争 甚至有针对性锁定唐凤来猛K 这样子的议测 这样子过当解读 我认为都应当适可而至 数位部成了剑靶 党内有人用欺商权形容 如此大动作恐怕伤己身 一番话引发联想 去年10月日本举办的联合国网络网络治理论坛 每日两国希望会议可以协助台湾外交突破 唐凤当时人就在会议地点京都 却以资安院董事长身份 线上参与论坛 就遭质疑自贬官方身份 系统里面并没有办法选择台湾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不损及国家支援的情况下 部长出席联合国的正式会议 是以国家自中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 来实时参与DFI政府分组讨论的一程 等不及待政府正式上任派系卡位 岛内的暗潮汹涌先浮上台面 记者是王伟辰台北报道